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仅节省了人们的时间 还减少了排放 有利于城市的空气品质和环境 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顺畅的交通流量有助于增加商务工作 货运和就业机会 促进城市和地区的经济繁荣 减少交通拥堵 提高交通效率 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更便捷的交通使人们能够更轻松地享受城市中的各种服务和活动 有效的交通改善可以减少交通拥堵造成的排放 有助于减少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保护环境 总体而言 交通改善是一个涉及安全 经济 生活品质和环境的综合目标 通过适当的交通规划和改善 城市可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 提高城市的整体可持续性 道路拥堵已成为城市交通的一大问题 改进交通环境有助于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保护行人 驾驶者和乘客的安全 减少事故也意味着减少损害和潜在的人员伤亡 高效的交通系统能够减少交通温度 使人们能够更快速 方便地到达目的地 这不仅提高了生活品质 还节省了时间和资源 降低交通温度和优化交通流动 有助于减少交通引起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有助于保护环境和改善空气品质 更高效的交通环境促进商业活动和商品运输 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提供更顺畅的运输网络 促进城市的投资和就业 创造安全 高效的交通环境有助于促进社区内的联系和互动 人们更容易参与社区活动 并建立更紧密的社区关系 道路拥挤可能是由于交通需求增加 道路设计不足 公共交通不完善等因素引起的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进行道路扩建 改进交通流管令 提升大众运输等措施 一些交叉口可能存在设计不当 红绿灯耗制不协调 入口能见度不足等问题 这可能导致交通阻塞和事故增加 改善交叉口和主要道路的设计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 如果驾驶者获得驾照的过程过于简单 可能导致道路上有较多技能不足的驾驶者 增加事故风险 强化驾照取得的标准和培训 确保驾驶者具有足够的驾驶技能和交通安全意识 如果交通刑罚过于穿松 可能无法有效维摄交通违规行为 驾驶者可能缺乏遵守交通规则的动力 需要评估和调整交通法规 确保刑罚能够起到有效的下阻作用 提高道路秩序 透过宣导活动 提高公众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和理解 鼓励大众遵守交通规则 这可以透过广告 社交媒体 教育活动等方式进行 培养安全驾驶文化 强调驾驶者的责任和对自身及他人安全的关怀 这可以透过驾驶培训课程 安全驾驶活动 社区宣导等方式实现 提供进阶的驾驶培训和教育 让已持有驾照者不断提升安全驾驶技能 并增强对交通安全的意识 这可以透过定期的进修课程和安全驾驶工作坊实现 提高对无罩驾驶和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刑罚 以强化法律的下阻效应 这可以包括提高罚款 吊销驾照 刑事责任等措施 重新设计狭窄道路 重新设计道路 特别是狭窄道路 以拓宽车道和提高交通效率 这可能包括调整道路宽度 重新划分车道 更新路边停车设施等 以改善交通流量 添加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 在道路设计中纳入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 提供更安全 便捷的通行方式 这可以增加城市最可持续交通方式的支持 鼓励更多人使用自行车或不行 提高路面品质 改善道路的路面质量 包括修复坑洼 维护路面平整度 有助于提高行车舒适度和减少车辆磨损 这不仅改善了交通流动 还有助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提高交叉口试据 确保交叉口的试据充足 减少死角 有助于提高交叉口的安全性 这可能包括修剪数目 调整交叉口设计 安装适当的交通标志等 引入智慧交通监控系统 整合监控摄像头 感测器 数据分析等先进监控技术 建立智慧交通监控系统 这可以实时监控交通状况 拥堵情况 并为交通管理者提供实用数据 以便更有效地调整交通流量 改善路口信号控制 利用智慧信号控制系统 根据即时交通数据和需求动态调整交通信号分配时 这可以减少拥堵 提高交叉路口输送量 并减少等待时间 实施动态交通管理策略 利用智慧技术和大数据分析 制定动态交通管理策略 这包括根据即时交通状况 调整道路使用政策 向驾驶员提供即时交通资讯 以及优化交通流量 以实现最佳路线分配 这些建议可以增强交通系统的智慧化 增加管理者对交通状况的洞察力 从而更灵活地应对日常变化和特殊事件 通过使用技术 可以提高交通管理的整体效率 使城市交通更智慧 更高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